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香港法院的判决 那么把这个事情先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4月16号 这个香港法院对一批香港的致命人士做了一个判决 那么今天媒体都在谈这么一个问题 这是预料之中的 但是最后结果出来以后呢 大家还是要做一个评论 整个的香港我们都知道就是说通过这个国安法 这个要摧毁这个香港的这个司法体制 这个民主派 再通过这个修改这个选举法 强化这样一种国安法的一个成果 基本就是这两招 然后呢彻底实现那个香港的这个回归 那么现在呢这个国安法也弄完了 香港的选举法也修改完了 那么这个判决等于是韶伟 这个韶伟呢就是对这个民主派 在赶尽杀绝 基本上是这么一种这么一个策略 那么这个赶尽杀绝呢并不是我的观点 我在原来我的这个香港节目的嘉宾里头 那么现在呢这个香港那个节目里头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嘉宾已经谈这个观点 并不是我的观点 那么这次呢是香港的九位啊 这个或者叫精英或者叫良心或者叫良知 那么或者叫知名人士啊 可以说是末日宣判啊 九名被告啊九名被告 那么这个黎智英李卓人啊 判刑12个月啊梁国雄最重18个月 然后呢何秀南啊八个月 屈若仙十个月啊吴爱宜十二个月 何俊仁啊十二个月 梁耀忠八个月李柱明十一个月 那么最后这四个人呢缓刑啊 有缓刑两年的有缓刑一年的 那么你看看这个名单里头呢啊 都是一批这个老年人多啊 黎智英七十三岁了 最大的呢是这个李柱明83岁 所以这个判决呢出现在香港史上啊 最高龄的这个政治犯 另外还有呢这个73岁的吴爱宜啊 然后再往下属69岁的这个何俊仁 65岁的梁国雄66岁的何秀南啊 64岁的李柱人 六七十岁啊八十岁的一批人啊 所以说这个判决啊这些人呢 恰恰都是香港啊这几十年来预养出来的这个社会 精英分子 这个判完以后啊 这个律师和法律界的人呢还是感到很惊讶 因为像这个以往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呢 基本上不会这么判啊 所以我下面要谈法院在这个过程中的这个角色啊 他说律师们啊这个认为呢 以往像这种和平集会的案子啊 也不会被起诉 那么现在这样的一种量刑呢 让人难以置信啊 现在很多人不服啊 只有两个人认罪啊 另外七个人都表示不服要散诉 那么代表这个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 吕若薇啊 他的这个讲话呢 我就代表啊 这个很多人的看法啊 他说这个以往啊 对同类案件的处罚呢 基本上以罚款 结束啊 他说这个案子呢啊 与要区分非法集会和非金批准集结的不同 他是8月18号的这个案子啊 就是这个事情是因为8月18号的那个事件发生啊 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呢 他这个事情的当天的这个游行集会是 经过了啊 香港的政府的批准的 这个这个集会本身是合法的 嗯 那么他的这个代这个代理的这个黎智英呢 啊 他被裁定未经批准集结最成立啊 他说他这个在这个过程中 他整个的过程中参与的程度都是很低的 他也没有参与前期的讨论 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啊 喊什么口号啊 就跟着他这一块走 那么就现在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嗯 这样这么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香港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普通法的这个法系 那么这个以往的判例啊 对当下的这个判决 那有很很强的这个啊 约束力或者就参照 参照或者约束力 所以这律师说 那么以往这个案件是不会这么判啊 不是这么判的 所以说有些人说这个啊 按照法律应该如何如何啊 但是普通法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判例法啊 原来怎么判的 那么现在是怎么判啊 那么这个这个案子呢 8月18号的这个事件呢 是这个啊 在反送中啊 这个条例的过程中的民主人权阵线啊 叫民阵啊组织的一个会议 当时呢这个民阵号称有170万人 但警方统计没那么多人啊 13万人不到 嗯 那么呢 当时在公园里的那个集会 是拿到的那个执照的 就是得到许可的 后来呢 因为啊 这个 前来参加集会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呢 集会的组织者就把这样一个啊 静态的这样一个啊 集会变成了一个游动性 那么最后这个游动性的呢 啊 从那个公园出来 长了两公里 到了 香港的政府总部 这么一个过程 而思维者当时呢 也想通过这样一个思维啊 来表示他们跟当时的这个勇武派的 某种区别 勇武派如果说是在这场反送中运动中的这个激进派的话呢 那么这个游行所倡导的 和这一些这个香港的这个良心所倡导呢 就是相对是一种啊 和平啊 理性啊 非暴力 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他跟当时的这个勇武派 参与这个运动的初衷还是不一样 警方也承认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 没有任何暴力行为 是一个非常有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集会活动啊 他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啊 唯一一个问题就提倒了一个啊 那种交通路障的那个路标 这样的游行 这样的游行 你看跟美国这个BLM运动里面的这种游行比起来 没法比的啊 是不是啊 而且那个明确说了 他本身是得到了许可的 只是后来因为 所以组组的考虑了这个这个这个集会的安全 他把这个人变成了一个流动状态 所以说这个律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为这些人进行辩护 考虑到以往的判例和当天的那个情况 都不应该判那么重 那么最后判成这个样子 他就感到非常的这个重 那么这个事情就发生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呢 现在真的是攒尽杀绝的策略 这批被判的这些人在香港基本上都算这个温和派 温和的这个民族派 那么等于是这个最后的判决把这批温和派都给一勺子个会了 那么全面收拾的就是一些激进派 那么现在是收拾的是温和派 这也挺有意思的 自然共产党从来是激进派和温和派一块收拾 不加区别 当然他会先收拾激进派然后再收拾温和派 那跟1989年时候一样 1989年那就是温和派激进派一勺会 而在1989年以前呢他们收拾这个激进派 把这个温和派留在外边 等把激进派收拾完了以后 他再来收拾温和派 最后 关在秦城监狱的 隔壁这个也许就算激进派 那个就算温和派 他们都关在一座监狱 那么在709这个律师的这样一个打压中也是这种情况 温和派激进派一勺会 共产党从来 不会允许什么温和派 所以我一直在 跟这些人讨论的时候你只要跟这个政府 出一次不同政见者 不管你是温和派和激进派 都会被收拾只是 这个时间顺序问题 所以这个这批香港的这些 温和的民族派呢他们认为他们跟勇武派 有差异 并且通过这样一些思维行动 一方面去支持 街头的那些 抗议的那些群众 另一方面呢 显示出他们跟你性更和平 但是只要北京认为你跟 政府过不去 那你的下场是一样的 这也为这个香港未来啊 如果你还既希望在香港反做反对运动的话 你或者不反对 但是你一旦反对的话呢 你选择你当温和派或你当激进派没有任何区别 只有反对派和不反对的区别 这个是在中国是这样在这个香港也是这样 这是跟共产党那个博弈过程中形成的规律 规律性的一个东西 这是这个反看策略的人的这个问题啊 再往下法院 法院的问题 法院的这个香港那个是香港的这个 历来认为是香港法治的宝石啊 但是呢现在这个法院 已经完全不是晚日的法院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香港人对香港法院的 负面评价啊 是在我现在做的这个位置上 当时我请到了这个 来自香港的周永康先生啊 在我这个阳博士跟我做节目 然后他就谈到了对法院的批评 他说法院为了自保 有时候为了良心做事 那么可不可以认为这个 现在这个法院就是为了自保 为了良心做事 那么这个香港的九龙啊 西九龙法院的法官啊 在做这个案子判决的时候 他说判监是唯一选择啊 社会服务并不适合啊 那么这个在这个在这个案件中呢 他只留下了一个刑法选择 那就是坐牢 没有别的选择 他说这些人都是知名人士 他们带头集结 必然会引来群众聚集 虽然是和平思维啊 但在19年的背景之下呢 这种规模的集结有致引起暴力的场面 又令集结导致交通道路受阻 对未有参与集结的人造成不变 因此呢判监是唯一的刑法 那么这个法官啊 这种假设实际上并不成立 他们那一天啊 组织的这么大规模的集会 没有任何暴力场面 那么我只能有一种解释 就是说他一定要判这些人 没有第二选择 有时候法官啊他在做刑罚的时候他是有选择的嘛 他让你收你给你判监 给你做这个社区劳动 有这些有这些选择的 但在这里他没有任何选择 再加上他是批准的合法集会 这里头的有没有暴力行为 参与的这样的一些人呢 又是社会的这个精英 他们的动机是服于更加的理性更加的和平 从任何一个意义上没有对这些人重判的理由 如果你因为这些人违反法律 你去惩罚 你只是做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惩罚 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同时呢 这些人的某种 这个公民不服从 他所伸张的某种政治正确得到了支持 这个法院可以在这里面两拳的 但是现在这样一个判决呢 法院就一条道找到黑的街道在判 那么法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做这种判呢 我看何俊林先生 他作为搞法律的 还对法院进行很高的一个评价 他说现在这种情况 这个虽然情景很冷酷 但他不认为香港的司法体系已经完全崩溃 香港还有一些很专业很勇敢的法官 后面一句我同意 香港有一些很专业很勇敢的法官 他们甚至于敢于把自己的法袍脱下来 不干这个事儿 但是在整个的这个香港体制 在国安法的压力下 在北京的这种压力下 香港的法院实际上早已崩溃 你法官当你法官不能按照自己的这个 基于法律的理解和你的司法良心去判断的话呢 这个这个法院就崩溃了 我们原来以为香港最珍贵的是严重自由和司法独立 那么如果法官不能按照自己的对法律的理解去办案子的话 那还有什么司法独立啊 那么我们都知道香港的这个严重自由早就没有了 现在最后有一个苹果日报或者什么大纪元之类的 现在都面临最后的问题 那么现在中国官方现在已经说要把苹果日报给关了 基于国安法 苹果日报给关了 那个等于是如果关苹果日报 那是香港严重自由最后的战争 对这9个人的这个判决是对香港民主派的最后的战争 也就算打扫战场 有些人觉得呢对法院的这种行为要理解 为什么呢 他如果你想象一种最坏的情景 什么最坏的情景呢 如果你法院不判这些人的话 而且相对是判的你认为很重 但是还有更重的后果可能发生 为什么呢如果你法院对这些人不判 北京就有可能去干涉 甚至于把这些人的案子移到北京去审判 最后把这些人用北京的法官来判 甚至于让这些人在北京服刑 相比这样一个结果 这个法官在某个意义上保护了这个这批这9个人 也有这种解读的 也有这种解读的 但是迫害的结果是一致的 迫害的结果是一致的 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这些人在香港的法院被判 逼近香港这些法官 逼近这些法官他跟这个北京的法官不一样 他也是在香港的司法体制下 是不是啊 你看看这样一个情形审判 还有一些人可以排队去盘听 在北京这种案件你能听到吗 里面都没有,你票都没有 这个东西可算不幸中的万幸 但是你不能否认法官在这个里头 他本来这些人根本就没有罪 甚至于不应该被刑罚了 那么现在你把这人定成的罪犯 而且对这些人施加了刑罚 那你这不是刀把子功能是什么 这个北京啊把这个法院一直当着刀把子 他叫我们是法治国家 那么这个法治就是他的刀把子 李慎之先生对这个解释很清楚 那个法就是秦始皇的法,商样的法呀 所以你在这里的体验啊 体谅香港法官的苦衷的时候呢 你也有看到香港的法官啊 在善失自己的原来的那个法院 原来的法官的那个形象 被香港法院早就不是原来那个样子 我们也知道这个你像香港立法会 被民主派占领那个拿要搞35家 北京就想办法把这个35家的这个激励给灭掉了 那么如果在民主派的这个审判上 如果民主派不去按照北京 被灭掉啊,北京就是想方设法去操控整个的这样一个选举 那么现在司法也是这样,北京在想方设法在操控这样一种选举 那香港的司法,操控香港的法院,操控香港的法官 以至于香港的法官不得不按北京的意愿去判 那这些案件原来都有判例的呀 所以对原来这种判例的这种背叛或者叫偏离 导致这个香港的司法独立,慢慢的就被消失了 再往下,当香港的法院在香港的这个社会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呢 香港现在就成了跟北京一样的一个警察国家 你像北京警察抓了人以后有几次说这个人没有罪的 警察怎么抓,最后这个法院就怎么判 抓进去之后,就甭想享受孟晚舟那种待遇 可以保释在外头 在北京只要一抓你,你基本上就是你在坐牢了 警察一抓你就说明基本上你在坐牢了 接下来检察官会认为你该被逮捕 接下来法院会认为你有罪 最后你会送到监狱去,这就是北京的这个法治,法治国家的含义 你的这个罪,往往是警察给你定的 那么现在香港也成了这样,当初 反送中条例的时候,警察把这些抗议者抓了 然后到法院一过堂 法院就说走吧,保释了下次再来 北京早就对这个制度看不惯了 所以他在后来搞国安法的时候,把这套制度都不适应 国安法案件不适应这套制度 北京压根不能接受香港这套法律 体制,什么普通话,什么保释,什么陪审员制度 什么独立辩护制度,他都不能接受 但是呢他现在毕竟还有一个香港的基本法在呢 他还要演戏,继续演 所以以后香港的法院 包括外国的这些法官,在那领着一份高的工资 在那装扮着香港的法院,我们还有司法独立 实际上当北京需要他按一个戳子的时候 他不能有任何独立的意志 这就是为了香港的法院 那么如果北京说你这个案子我们没有意见你自己判吧 那么这时候有香港的法治 那这种情况跟北京有什么区别啊 那么有时候领导部批示,法官也可以判 因为从头到尾领导没批示过,他就按照自己一样办去 如果一旦审判委员会决定呢 一旦院长决定呢,一旦政法委决定呢 一旦市委书记决定呢,你的案子判什么判啊 从这都是演戏 所以香港的法院现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 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之后呢,那就不是法治国家啊 跟他对应的就是个警察国家嘛 那么现在你看看这个通过这次审判啊 那么那个我看李祖武人在说啊 这个何军人在说,每当有违规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 即使香港人是以非常和平的方式示威 控方也会试图搜求所有的证据,要求法院定罪 以后就是这样啊 你看,你看从元朗的那个事件以来啊 街上警察的那种暴力遍地都是,我们看见有一个警察 在这个过程中被香港法院处理过没有 我们天天看到的是民主派 勇武派 在街上上抗议的那些人 被一个一个的送到法院去审判 而那些对这个啊,香港的这些思维群众 民主派下重手的警察 以及在那元朗事件那样,后面有黑社会背景的这个事件 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答案 这种手法跟北京也是一样 所以香港啊 北京把他做二次回归是费了很大的代价的啊 不计一切成本 现在全世界拿他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悲剧 毕竟这个地方呢 是一国两制,这个国呢,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大的这个原则之下呢,西方 能用力的地方不多,这一个,另外一个呢 所谓的五十年不变啊,那是一个国际协议 国际协议在某个意义上就是君子协议啊 如果对方是君子,这个协议被遵守了 如果对方一反脸那不当君子 那这个协议就是一个废子 所以香港这个一国两制在某个意义上 他啊,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他没有任何 有约束力的一个力量来去保保护他啊 没有保,没法保护他 那么一旦这种情况成型的话呢 那么香港啊,他今天的香港啊 今天的法院,香港的法院 他就是跟中国的一个城市和中国的一家城市的法院 也没有两样,我看到这个,香港的这些民主派啊 还在那儿,这个,表示出某种悲情的英雄情节啊 我特别这个同情和佩服这些这个同行 或者叫做朋友啊,这里头很多都是朋友 那个也是在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上啊 当这个陈翔老先生从香港啊 来纽约啊,我们请他到我们演播室来做节目的时候 我就说要离开香港吧 可是这老先生到现在还在香港 这是真的爱过老华侨 他不愿意离开 那我跟他认识是在1989年的北京啊 那时候他是香港文汇报的北京办事室主任啊 香港文汇报做北京啊 那么我知道文汇报在1989年的表现啊 他带领着香港的一批人 做了很多事情,后来把工作丢掉了 再往下进了监狱 就这样,他到美国来的时候我还跟他劝 我说你应该离开香港,但是他就是不走 那么黎智英先生也是这样啊 当这个 有消息传出来啊,北京要收拾的几个 顶头人物里头就包括,三个人之一就包括李智英 黄之锋啊,李智英啊 这三个顶头人物现在当然不止三个啊,当然这三个全部都在 北京被打压的对象里头没有错啊,当然原来不止三个啊 当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呢,通过这种途径带给他们 带给他们之后呢 哪去了解这个黎智英的人说 他压根就没想到离开香港 他压根就没想到,他为今天的这种 必然的命运 他有早就准备好 他不想走 李座人呢,在判刑前也表示,要坦然面对任何行责 那么李座人在来纽约的时候我也采访过他 那时候我在做杂志的时候跟他有很 很详细的反弹 那个时候他以满腔热情,以香港支联会的名义 在帮助我们,帮助北京 这些六四的学生和各种各种各样的人 到今天,我们也帮助不了他 只能为他说几句话而已 然后他说,能跟香港人同情是骄傲 并且唱了一首歌 We are never walk alone 寄予香港人,战胜黑暗 这种这种英雄的情节在香港的这批 这个老资格的,是非良心人士 或者这个香港的民主派的身上非常的明显 他们真的事实如归 但是你越事实如归 你越,你面对的这个北京政权 他们都可能让你当烈士 这个情况我们见得很多 所以说你想想这些老朋友的命运 像我们现在 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知道 那个那片土地 那片土地 那个花是长不出 开不出开不了芽 长不出花的 那个那个籽啊 不可能的 他是陆陆续续都出来了 但是我想香港的这批民主派 要认识到大陆的民主派 认识这些问题的话 也许过30年之后 被共产党一拨一拨的割韭菜 这次把老的割完 那黄之锋这些人早就判完了 先拍的,先判的是这些这个激进的这批人 然后判的老的这批人 等于是一拨一拨的韭菜割 等下一拨人成长起来之后他又去反抗 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对自由的这种珍惜 跟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对自由的珍惜 基本上在一个层次上 他们不会屈服,他们又会去反抗 然后又被北京把韭菜割掉 最终割到的时候他们知道 此处没自由 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要到这样一个分上的话 我估计还有一个过程 所以说这个我为这个香港的同胞们 朋友们 在这样一个时刻的坚守我表示佩服 但是我希望他们就是看到我们这 大陆的这些人的这个 潜力 应该早点离开那个地方 你到别的地方去哪里有自由 你继续去高举自由的伙伴是一样的 啊,幸运的是啊,幸运的是这个判刑啊 相对于北京的那些判刑 还是没那么长啊 这也是拜托有香港的法律啊 北京现在对这批民主派的打压没有到极限阶段 就干脆把这人们抓到北京去啊 用这种方式来搞 那就不知道什么效果,后果 所以这也是信用中的信誉 在某个意义上,北京啊 想通过收监这种方式呢 来抢罚这些人 但这种惩罚也不是特别的严厉 你在香港的监狱坐牢 你跟这个中国的监狱坐牢 远远不是一回事啊 在这个意义上你在香港算你的幸运 好了这是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啊 比较沉重 那么廖一你有发言啊 我听听你的意见 你正好是香港志愿者 这个话题看你有什么有什么意见 对啊 进来但是你没有开口 那这样一个问题是 你个人觉得 因为这个比较量刑的问题 因为这个比较量刑的问题 对我也同意 12个月对黎智英先生的 我好像对不觉得那么重 我以为他原来 要把老底坐穿那个样子 我以为会多一点 那我对你的问题是 是不是现在我们西方这些问题 对新疆 还有整个拜登的这个战略 这些西方的呼声 欧洲的都在开始 对习主席使颜色这种压力 是不是有作用 对他们现在这样的量刑上面 没有用啊 没有任何用 不是是不是有影响 没有什么影响这个 这是北京在香港这个事情上 他所谓的就他叫二次回归嘛 他叫二次回归这个回归的意思是很坚定的 他准备付出一切代价啊 包括付出这个香港的代价 这个事我已经看得出来了 所以说他们我会坚定的推行这样一种政策 那么西方肯定会反弹是吧 那么从西方反弹的情况来看呢 他们并没有因为西方的反弹 而在这个问题上他有所收敛 他在按部就班的完成了他对香港的 二次回归的所有的步骤 所以你觉得那个12个月不是一种理念 就是一种轻的判刑 那这个香港类似这样一种啊 这个这就是说这个李何确仁说的 他香港的这个法官和法律制度啊 他说还没有崩溃 就是说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犯罪行为呢 在根据香港的法律他的判刑 大概就这么一个幅度 那我理解 但是还是想说我个人的一个要声明的事情是 香港的抗争 我以前有讲过三个阶段 就是我我父母背的 他们上一代的 或者我父母父母的背的 他们是一种 广东话我们说 摇情心就走 有一个歌 有钱才做 没钱不做 我们是拨命赚钱的 不是文化沙漠 但是到了我们这一杯是比较精英的 我们读书 我们学精算 我们学建筑 我们要就是要精英 去把生活搞好 下一代的 就是台湾这些后生 香港的后生 他们是在自由 在开放里面成长的 对西方的文化 除了民族文化本身的一些特性以外 基本价值观都是一样的 讲到底就是一种生计的方式 生活方式跟内陆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本身这种自然的反抗 是从这里边来的 我可以保证习主席 你对香港的这种免税 你要付代价 你会付出是你的累资 不管是政治上还是财经上的 你要去把这个地方你要付非常多的 不担 这就是我要说的 对他是准备付代价 但是他准备了承受这个代价 他也不在乎 那个北京啊 从他的这个外交 就像我原来做节目是 当年1989年 当这个老布什总统 派出他的特使去北京的时候 见邓小平谈话 刚好做了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你这些内容 对话的内容 思考科罗夫特见邓小平怎么说 前提升在他的内容 这个外交食堂里头都有 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个西方对北京的制裁 西方七国的制裁 那邓小平说70国制裁 我们都不怕 然后就讲中国人在上纲里跟美国人怎么打 我们都不怕 那现在习近平也这么说 所以在这方面邓小平跟习近平 调门是一样的 就是说当西方制裁的时候他一定会 说他们不怕 他们不怕 当然 这个有时候还是要怕的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跟邓小平的那个时候还是不一样 因为邓小平的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国力跟现在比 没法比 所以后来你看到这个邓小平时代是这样 后来到江泽民时代的话他跟美国的这个 互动的时候更多就看到美国的对他的压力 对中国的某种制约 是发挥了一定的效果的 江泽民时代胡锦涛 胡锦涛时代基本上没有了江泽民时代 美国的制裁在某个地方上对中国的人权有些微改善 就是从监狱里犯人的这样子 经常发生的 然后到附近的后尤其到习近平时期 习近平时就出了一个就一个留侠的一个事件 然后就没有发生了 那么再往后我估计这种事情都不会出现 很难了很难尤其是香港 北京下这么一番旗那是做了很大的谋划了 他不会轻易妥协来的 那么刚才你正好谈到西方的压力 你可以看见那个等我下一个话题我都会谈到 就是这个欧盟最新的对香港的这个制裁已经流产 就是因为香港的这个选举制度的改革 事实上剥夺了香港的民族制度 那么欧盟最新的这个外长会议呢 对这个香港的这个制裁的措施那就流产 流产 我想问你就是说你有没有观察 因为我离开香港很久很久了 两个点 一个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一个社会拥有权 social ownership 就是说要像大陆这样公司和营把私有企业绝大部分干掉 就是枯朽把它干掉 还有一个就是 建墙 你要翻墙 现在香港是 这个两个点 非常关键 你的观察或者你以后可能会观察 这两个点 这个香港的这个social ownership的话我觉得前一幕早就完成了那些大资本家的 那个董事会里头我估计很多都是中共党员 对 同意 是的 那他会坚强吗 以后香港人不准有自扬 信息自扬 现在还不会 这个还不会 因为他还是标榜着香港 他没有废掉这个香港基本法的 你继续说我要听 但是他往后走 你看他如果要关掉苹果日报的话 那就要往这个方向再发展 他早晚会意识到这个 必须把香港变成跟大陆一样的管理的体制 他才最终就要完成了二次回归 否则的话他不叫完成二次回归 他要收拾香港的人心啊现在 你整天让香港人 跟我们在美国一样看各种媒体 你看各种信息 那你怎么样的回归啊 人心回顾不了啊 中国大陆为什么现在 人心都是希望共产党啊 领导啊 这个不希望领导的人都给进了监狱 给吓回去了 你敢说 停掉你的教职 停掉你的养老金 你再敢说 跟你跟你 关你进监狱去 然后剩下的人呢 只有看微信的份 微信还搞一个美国版给你搞一个中国 然后中国人啊 所有人啊这个 能上微信的呢就上微信 不能上微信的都在看新闻联播 这就是中国的治理模式 我叫你小平对不起 小平博士 你是湖南人 你离开我们广东 我之前都是广东人 那跟广东很近 你多少对我们的一种文化有一种比较近 跟北方来说相对 那你会一点理解 不是广州广东的文化 历来都是远离朝廷 远离北方 这是看不同的北京领导人的态度 北京领导人如果让他远一点 他可以远一点 北京领导人觉得让他近 他就他抗拒不了的 那我想问你的就是像这种文化上 民俗上这种特性 会不会中共要去控制香港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 在统治上他会编长莫及 会不会以后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不我不担心 只要他愿意控制真的是这样 他愿意控制香港没有任何特殊性 只是他把香港做什么定位 你看他这次对香港做这么大的动作 谁说香港的普通法体系能改变 那北京真的就有办法 给你挑一个北京的法律体系进来插在里头去 把那些香港的普通法中隔离出一套 中国共产党的法系 搞四中罪 然后呢扩大解释这四中罪的范围 把它在香港上会扩大 那现在什么东西只要跟北京过不去 他就要按国安犯罪去去去往那边去扩张 你根本没有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 没有没有这个香港没有未来 香港未来的话只有这个中国的一个大的变格局的变化才有未来 否则的话就是就是这个跟大陆的完全的一体化啊 真的是完全一体化的问题 而且你越反抗 北京对你的镇压和对你的改造就会越激烈 那现在他要 重编这个香港的教材 要改变香港的这个制度 叫那个教育体制 他在做这些 长期项目了现在 等于他把这个国安法选举制度改革 把民主派送监狱穿他的短期项目 下面他就收拾香港那些教师 给这些教师套上政治正确 以后教师考试的时候呢 要考北京规定的内容 教材里头要学北京的学生学的内容 都会一体化的 他们那些我告诉你 我一直看直播 香港有很多新闻的直播 新闻记者做直播的 他们都在说做一天算一天 他们日子不长久了 新闻都要被收拾掉了 是的 你继续说 好了我们这个这个话题差不多了 嗯 这个我们今天呢 还有一个话题啊 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这个 今天的这个主要我想谈的问题 这个前面那个话题 只算热身了 给大家交代一下 因为 是香港最新发展的 发生的事情 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聊天室来了一个愤怒的这个网民啊 给我骂了一通 嗯 每天 每次我星期五做节目啊 这个都有人来骂我 这个 不好好这个讲道理啊 又开始起来 进行对我攻击啊 也 也不听我老陈确立的规矩啊 我老陈确立的规矩你可以 你可以攻击我的观点 但是你不要攻击我的人啊 所以 好在今天好的就没有那么多啊 没有那么多来骂的 有的时候骂的人是扎平啊 今天比原来好啊 就好好一些啊 所以感谢 嗯 那么今天这个事情呢 我们那个主要的话题呢 是讲这个白宫啊 这个拜登先生在白宫啊 搭台做东啊 这个搞了一个叫 反北京朋友圈的这个聚会啊 那么这样一个聚会呢 是什么回事呢啊 是就是我做节目的这个单口啊 日本的首相啊 菅义伟啊 正在美国 对美国进行一次访问啊 那么我看到这个有些媒体呢 是这么形容这么一个访问的 说是一个啊 就是一个对北京啊 充满对抗意味的啊 高层外交行动啊 就把这个简易伟啊 这一次的这个访问 美国的这个行动呢 定调成这样一个行动 那么德国之声的一篇文章呢啊 就说这个说拜登在努力打造反北京的朋友圈 所以我的标题啊 用了这个反北京的朋友圈 未必我同意这个反北京的朋友圈 这个标题来自于德国之声啊 我借用了他的这个题目 那么每一次呢 这个美国的新总统到位置上的时候呢 日本的我们叫日本的这个首相 为了显示他跟美国的这种关系 都要来美国一趟 上次安媚在这个川普单选之后 他也来了美国 另外那次还有一个啊 我们熟悉的客人马云先生 所以那两个见面是比较印象比较深的 那么这一次呢啊 是日本的这个首相菅义伟 菅义伟这次来美国 那么这个我看到的消息呢 为了这个拜登总统啊 见这个菅义伟呢 拜登总统当然早就打了这个新冠疫苗 我不知道他打的是哪一个类的啊 不知道是辉瑞还是莫达纳还是这个强生啊 那么日本这一次的这个首相和他的随行人员呢 打的是这个两剂啊 这个那个辉瑞的疫苗 他的两剂辉瑞的疫苗 这挺有意思的 为了保证这个两个人的大国领袖的这个安全 所以日本呢要求打这个辉瑞疫苗 辉瑞疫苗现在啊 现在我据说又在准备搞第三针啊 那么莫德纳呢也准备搞第三针 那么强生的现在被美国的CDC给挂起来 就挂了挂多久不知道啊 那么我呢这个正好说一个插曲啊 我也搞了半天我也准备去打打这个疫苗了 那么一注册注册一个 刚开始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等注册完了就告诉我是强生 等第二天突然就这个消息告诉我说这个强生的这个 这个疫苗呢让CDC给挂起来 就是美国的疾病运防中心啊 说这个疫苗有问题啊现在不能用 这样的话呢我的那个打疫苗的那个事情就挂在那 挂在那之后他也没有说啊 他没有说你可以取消 他说您请稍等一下 他说因为现在这个疫苗在我们这个纽约市不紧张啊 到长岛还是很紧张的 他说如果你取消的话呢 可能你下一个机会就不太好找 是这种情况 那么我就没有记得去取消啊 我知道你取消以后你可能 另外再给我找个机会给一个别的东西替代是不是啊 正好我想的也是这样 他也给我回信过两天告诉我啊 你可以打那个莫丹纳的育苗啊 所以说这个强生不能打了啊 他给你那个莫丹纳啊这么一个育苗 那么这个莫丹纳现在呢好像也在打两针 也打后面据说还要加一针 那么我最新听到的消息呢 说以后可能啊为了印度不断的变异的这些病毒呢 每年都要打针 每年都要打针 所以不知道是病毒厉害还是这些这个疫苗的这个药厂厉害啊 反正我们现在好像跟这个育苗就棒上了啊 那么日本我们都知道现在基本上没有美国没有疫苗 所以这个这次这个日本的首相和他的随行人员能打到美国的灰热疫苗呢 在某位上也是一种特权和照顾 因为他们要来美国的这个华盛顿啊做两国的这个首脑会谈啊 那么这样一个首脑会谈呢我们知道啊 如果从次数上来说的话呢应该算第二次 第二次上一次呢是拜登搞了一个四国领袖的这个四评会议 最后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行动 那么原来说是4月6号后来推到4月6号的9号后来推到4月16号 那么现在今天星期五 日本的这个朋友终于来了在华盛顿 所以说这个话题呢实际上能带出来一串啊就是这个 所谓的防朋友圈和这个防朋友圈的这个所谓的聚会问题 那么整个从美国来说呢我们知道拜登啊 这个行动呢被中国打了,被中国的官方批评为什么呢 叫多边主义的晃子 这个多边主义的晃子呢实际上就是说美国要联合 欧洲和日本来对付中国 这叫多边主义,那么相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 川普时期的单边主义 这是这两个总统啊 在这个对中国政策和外交上的一个显著的区别 一个叫做单边主义,一个叫做多边主义 那么实际上川普的外交是不是这个单边主义啊 肯定这个有一些人不会这么看法啊 因为这个我记得余茂春心余茂春先生在川普政府的末期 也就是这个他写了一篇啊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啊 我觉得他不认为川普的外交是单边主义啊 他也是联盟外交啊 但是拜登呢在做这个联盟外交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宣传做得好啊 宣传做得好 这个相比来说呢川普时期的这个联盟外交没有那么高调 我觉得这个是有个很大的差异 另外一个呢确确实实在这个某个意义上 那个川普时期的单边外那个外交呢 出现的外交的矛盾比现在要多一些啊 拜登总统呢在很大意义上的消除这些矛盾啊 又说他消除美国跟德国的矛盾 那么最新这个美国制裁这个俄罗斯的话呢 那么就没有提到的百夕二号啊 那么人家就问拜登 他说你为什么在制裁俄罗斯的时候 你放过了百夕二号的事情你不制裁 拜登这么回答 他说里头有我们的盟友 里面有我们的盟友 那么就是德国 所以说在某个意义上啊 拜登总统他为了争夺这个盟友 他愿意在有一些有真意上的问题上对盟友退后一步 对盟友退后一步 这就是这个拜登政务和川普的那些差异 但某个意义上川普不是那么轻 他跟盟友他也不退后啊 亲兄弟民算账 你欠五块你就还五块 欠我一百块你要还一百块 这方面呢他跟川普的这个差别是很明显的 那么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聚会呢啊 发生在白宫那么为什么这个 第一个到 美国的这个华盛顿来参加聚会的这个是日本的首先 而且拜登见得最亲自见面的第一个外国的政要是日本首相 我估计这里面第一个可能有历史传统的问题 日本政府在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后呢 他要遵循惯惯例到华盛顿来来来来来递帖子 要递帖子 所以这个东西呢 可能是简易会来递帖子 这是一个 因为美国跟日本的这个特殊关系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就现在的这个美国在印太的地区的这个联盟的框架 在某个意义上比美国在欧盟的那个联盟框架 我觉得要重要 这个这两天的媒体在分析就是说这个目前美国的这个全球问题啊 他关注的主要是在西台北洋上演的这些这样一些对峙啊 主要在西台北洋啊 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印太联盟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呢 澳大利亚的总理最近的也有个讲话 他就讲就是说这个印太地区是世界战略竞争的中心 这是因为这样一个印太战略是世界竞争的中心呢 那么这个美国和日本的这么一个高峰会 得到了媒体的非常这个高度的关注啊 非常高度的关注 那么在这样一个印太联盟啊 重于欧洲联盟的这样背景之下呢 日本在印太联盟中的位置又是 美国的美国的美国给它定位叫基石或者叫基础 那这个这就把日本的位置给突出出来 所以说日本这一次到美国来的这样一个行动啊 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啊在日本的这个到美国来之前的 日本内阁通过了一个决定 决定把150万冬那个核废水排入大海 那么这个事情在全球这个产生了非常大的争议 但在这样一个争议之中呢 美国主任刚开始就站在日本的这个身旁 说我们支持你干这个事儿 我认为啊我认为美国出面支持这个事儿 可能第一有所谓的科学的依据啊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美国这么快就决定支持日本啊 我觉得是给日本的一个礼物啊 在某个意义上反映美国在拉日本啊 在美国在拉日本 美国这个时候啊它确确实说需要拉日本啊 从印太战略的重要性来看啊 那我们下面会谈到就是美国为什么要拉日本啊 那么这是因为美国要拉日本 而日本呢又对美国有所求 所以这两个啊朋友圈的这个群组呢 这次能逮着机会到华盛顿来啊开会 正是彼此有需求才产生了这样今天的这么一个会议 那么当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啊 美国的国防部长决定啊 他们的外交出行的第一站到哪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他们选到了选择 到了去了日本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证明这个印太联盟的重要 证明日本在印太联盟中的重要啊 那么美国跟日本的2加2这样一个会议呢 是美国联盟外交取得的第一个成果 实际上拜登在联盟外交里头呢 他的出手的第一个动作不是在日本 而是在这个跟欧盟的那个会议上 但是欧盟的那个会议上呢 我发现拜登先生并没有得到他期待的啊 反而在那次会议上默克尔总理把丑话说到了前头 欧洲有欧洲的利益 而且我们跟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我们的态度并不一致 然后这个美国啊跟这个加拿大有一个电视频会议 阿拉斯加的啊跟北京的2加2会议 所以日本呢为这个2加2会议呢也是立了一份功的 立了一份功 那么这一次呢这个为了解决这个印太问题呢 建议委被请到了白宫 那么在日本之后 马上啊下个月还有韩国的首相 要访问这个白宫 那么韩国首相呢实际上是日本首相这个访问白宫的这个后续 实际上也是为了拉这个日本 也是为了拉日本 因为现在这个日本和韩国的关系很僵啊 那么美国在这个改善韩国跟日本的关系之中呢 作用非常的重要啊 我在采访这个日本的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啊 这个远藤玉教授的时候呢 他就讲啊 他说如果印太有联盟的话啊 这个联盟里头呢美国跟印度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啊 那么在这个美日的这个联盟之中呢 如果韩国没有加入啊 那么这个美日的这个联盟呢 意义就不大啊意义就不大 他说为了对抗中国啊 印太联盟要把这个美国日本韩国这个三角这个同盟关系呢 建立起来啊 要建立起来,但是现在呢那个 日本和韩国的关系不好 啊 那么就说明这个 三角支架里的缺了一脚 那么他说现在中国通过他的外交努力成功的 把韩国从美日韩三角关系中给拉出来 因此呢说中国成功的隔离了这个美韩关系啊 所以说他不认为有现在有一个印太战略 因为印太战略中最核心的这个韩国 不在里头 那么这次啊请了这个日本的首相啊 四月份访问美国 下一个月白宫就宣布啊 白宫就已经宣布将于5月 在白宫迎接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 很想象就是我们跟日本人谈了 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跟韩国谈啊 看看韩国在某个意义上能不能够啊 加入到这样一个印太战略的体系之中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之前当美国和日本达成了一个美日安全协议的时候呢 并且在这个安全协议里头明确的点着中国批评 那么美国跟韩国的2在2会议上就没有拿到这种声明 韩国很清楚的保持了他跟美国的距离 那么为什么要保持这个距离 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日本 当然也有中国的因素 所以这样一个会议呢 现在我们就看到美国跟日本的这个谈话 只是在亚太、印太地区一系列这个群组高峰会的开始 我觉得在玩下啊 美国跟说不定跟印度啊 跟澳洲啊都会有一系列的这个谈话 甚至于跟台湾都会有动作 应该是这样 那么这次白宫这个拜登先生做东的这样一个朋友圈聚会啊 关注的什么东西 说白的话呢这个事情呢就关注一个问题啊 这个谈话的这个列的名单很长啊 什么人权啊 主要为新疆为中心的一个人权问题啊 5G啊 什么这个新冠啊等等问题啊 朝鲜核武啊一大串问题 但是核心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啊安全问题 这个安全问题的这个核心呢啊是针对中国的 这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北京比较紧张 后面我们要谈到啊北京呢会采取行动反制啊 而且事实是采取行动在反制啊 那么这个简一伟的顾问呢 他向路透社披露就是这个峰会呢啊 将为自同道合的国家召开一连串会议开启先例啊 并且向中国政府释放出正确信号 所以我说啊这个日本跟美国会议开在第一啊 这这这两个朋友圈先开会 然后呢美国跟韩国的朋友圈再开会 然后再往下啊日本要去印度啊 这两个朋友圈要开会啊 再往下一系列的这种会要开 一系列的会议啊都跟印太战略有关系 所以说未来世界上外交峰会最平凡的地区啊 可能是这个印太地区啊 那么这个这些会议开来开去 它的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呢 都跟中国有关系啊 中国在历史上啊从来没有如此的重要 被这些国家开会来回来回的当成重点 来在在进行讨论啊 这想在某一样反映出中国现在在绝集啊 大家把它当回事 那么这个美国呢 这次呢不愿大老远啊 跑到这个这个日本啊 不愿望你跑到美国来啊 他干什么他有一个东西 他需要美国的啊 给他一个承诺 给他一个答应 这是每一次这个美国的新总统上任之后啊 日本日本上来啊打招呼啊 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就是这个根据我们那个看到的情况 日美安保条约的第五条的 第五条 他需要新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元首啊 对日本有一个承诺 甚至一个保证 一旦跟北京在钓鱼岛或者叫尖国诸岛的问题上呢 发生文章冲突的话呢 美国要表示明确的态度去支持日本 这是日本最放心不下的一个事 也是日本希望美国啊 给他明确答案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看见了日美关系啊 不管他没有开始谈 第一个问题 美国啊 包括前一段时间美国的国安部长啊 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到日本去 他都要声明对 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的承诺 那么实际上这个东西实际上这个军事啊 保护协议 美国这个对日本承担军事保护的义务啊 那么这个义务呢一直是那么持续的 但是会不会因为新总统的上任而发生这种变化 日本人对这个非常敏感 因为他没有国防 在某位上他的国防他处于一种 这个防卫状态啊 因为这个和平宪法的这个缘故 也因为他在亚洲带来的战争侵略的这个后果 因此呢美国在军事上是摁住他的 用美国来提供保护 而当他周边国家的对他的威胁加大的时候呢 他自己没有保护 他只能借助美国的保护 所以他也都希望美国在这方面每一次给他一个承诺 所以每次日本首相大老远跑到美国来就是核心的问题 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关于日本安全问题上的一个承诺 正是因为这个意义上呢 日本不愿意得罪美国任何一个总统 每一个总统上来之后呢 日本都会跟他是好朋友 那么这是第一个啊 日本的安全啊 日本的安全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 这次会要谈论的安全问题 跟有关就是这个台湾 这是这次实际上是这一次北京啊 前面第一个问题北京也紧张啊 因为这个间隔群岛的争执就是日本和中国的这个争执 一旦日本跟中国打起来的话 那么美国必须声明他们站在日本一边 这样日本就跟北京对峻的时候就有数了 他就不怕北京了 如果美国说我模糊战略 那日本就着急 所以现在啊 美国已经明确说啊 我们恪守日本安全条约的第五条 这样的话呢 美国就给了日本的一个丁心丸 那剩下的就是 美国现在要找日本 那你也答应我一些东西了 我们我们两个这个朋友圈啊 群主来开会啊 就是我答应你一些东西 那么你要答应我一些东西了 那么美国这一次要日本来答应的东西 最主要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要有一个关于台湾问题的联合声明 很显然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呢 美国要打台湾台湾牌啊 美国打台湾牌 我我请的嘉宾台湾的那个范仇先生啊 他讲美国打台湾牌 或者打中华民国的牌 或者打台独的牌啊 这根据形式 他要打这两张牌的里面的一张牌 那么在打这个牌的过程中呢 北京会以军事的手段来反制台湾 反制美国 昨天我有一个节目的这个来自中国的这个网友啊说 中国军队最近在什么地方把 美国的粮售核潜艇给从水里头逼出海面啊 这个消息我还真不知道啊 是他给我分享的 我不知道真假啊 如果我们的观众知道这个事情的话呢 一起跟我们分享 那么跟北京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分歧的话呢 美国当然不主张不想让自己单独的去面对中国啊 他也想有一个多边主义的对付中国的框架啊 那么这个多边主义对付中国的框架呢啊 如果有一个多边主义对付中国的框架的话呢 第1个前锋的位置上站的应该是谁呢啊应该是日本 所以说日本和美国的就台湾问题发表的这个联合声明呢 是这一次日美安这个群组啊聚会啊这个圈聚会里头 双方最关注的也为媒体所特别关注的一个内容 当然我估计台湾也特别关心啊 那么这个是不是啊 在台湾问题上双方有一个联合声明啊 那么这是检验美国和日本关系铁还是不铁的一个关键 有的人说是四金石 如果美国跟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方案的话呢 那表示着这一次白宫啊拜登总统大台子作动没有白打 如果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狠狠狠狠的话呢 那说明拜登这次行动啊失败啊 所以说这是一个检验的指标啊 那么很多人关注到如果这个声明呢出现的话呢啊 当然第一个会不会出现 第二个以什么文字的方式出现是模糊化的形式还是什么回事 这都是有讲究的 那么将是这样一个啊 日本和美国关于台湾问题的一个1969年以来的第一次 那么如果有这么一个联合声明的话呢 那么这个台湾问题的话呢 就把它变成了这个美国中国台湾三边关系 变成了一个印太联盟架构里面的台湾问题 啊等于是台湾问题变成了非美国化而变成了印太化的这么一个 一个转变 那当然是美国外交的胜利了啊 他拉帮友拉到了啊 在台湾问题上 如果北京跟台湾问题有冲突的话呢 站起来面对北京的不只是美国一个国家 而是有日本这样的这个实力强大的一个 一个某个国家在加入美国的同盟 那这就不一样了 你可以看见啊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没有去拉英国 没有去拉法国 没有去拉德国 当然他首先拉的是谁呢 拉的是这个日本 这是这次会议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看点 那么我现在看到的 这个消息呢啊 这个消息呢是 日本的这个官方啊 对这个是不是要跟美国发表一个 这么一个啊 比较具体的这么一个声明啊 落实某种行动的这声明呢 是有很大的分歧 因为啊 第一个他要考虑到美国跟日本人做多少 那第二个他要考虑到北京啊 另外还有考虑到周边国家 所以这个东西是日本现在外交上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 那么我在跟远童玉教授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啊 他是什么观点 他在台湾问题上呢 日本没有执政权啊 就是说台湾问题对于日本来说不是内政啊 那么日美安保条约呢 不适用于台湾问题 但是呢 他说如果万一啊 美国跟中国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的话呢 日本也不能不协助美国 因为啊 安保条约 安保条约是双方向的 就是美国在这个地区遇到攻击的时候 日本有义务去协助美国 那么这个义务呢 包括啊 美国在台湾打仗 日本有义务去协助 这样的话呢 一旦美国卷入啊 这个区域南海啊东海啊 印太地区的这个任何军事冲突的话呢 日本都会 站出来拔刀相助啊 这是日美安保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所以说他说如果从协助美国的出发的话呢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的话呢 日本有义务去协助美国 所以说美国想通过这样一个啊 这个群组会议呢 从日本方面得到这样一种明确的承诺啊 而日本呢也想通过这样一个群组会议呢 得到一个一旦钓鱼岛面临武装攻击的时候呢 得到美国的一个明确承诺 所以说这是这样一个啊 双边关系的一个四金石啊 一个是谈问题啊 美国要打台湾牌 要拉日本来帮忙 那么日本跟中国有冲突的时候呢 他要美国来明确他的啊 给他帮忙啊 这是这一次问题的最根本的现在问题 另外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些问题啊你说这个 5G的问题 5G问题也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 当然没像前面我提到的这个 问题那么严重啊 没有那么严重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 新疆维吾尔的这个人权的迫害问题 因为日本这个外交啊 从来不会在人权问题上跟中国怎么样啊 从1989年以后啊 日本因为他自己本身啊 他的侵略啊 这个未安妇啊等等东西 这些这些事情 日本在人权问题上 从来就是一个侏儒啊 他不敢说话 那么现在当西方七国 或者西方的一些主要国家啊 对北京在新疆的作为进行批评的时候呢 唯一缺少的一个声音就是日本啊 尽管现在日本的反对党啊 开始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但是日本的官方啊 没有发表意见啊 那么远藤玉教授介绍的信息说呢 他日本的这个自民党啊 认为就是说 在新疆的种种灭绝这个问题上呢 目前的证据不够 因此呢西方 日本并没有加入到西方啊 就新疆问题对中国进行制裁的这么一个行动 那么这个让日本的面临很大的一个压力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觉得啊 美国可能不会过分的去压他啊 美国想要如果通过这个外交行动 他要拿的主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啊 在台湾问题上 日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 啊 纽约时报报道就是说 这次美国可能会要求日本在他的土地上 部署美国的远程导弹 这也可能是美国现在啊相当具有争议的一个要求 日本的现在因为啊 这个来自北航的啊导弹和核武的威胁 以及来自中国的这关于钓岛 钓鱼岛问题上领土主权问题上的这种武力的威胁的话呢 日本这么两这两年来一直在争论 要不要在日本的本土部署美国的导弹的问题 那么日本政界的对这个问题进行很大的争论啊 你像这个自民党在国会中的这个同盟党啊公民党 他就是反对的 既反对日本抛弃和平宪法 也反对日本啊 这个在本土上安装美国导弹 那么美国现在利用这个这样一个机会啊 这个要在日本本土上 部署美国的导弹啊 不知道这一次美国和日本之间会不会达成某种公式 如果这个美国能够在日本的本土上部署导弹的话呢 那么这个美国对日本的这个防卫保护的这个传统模式呢 可能就面临某种突破 因为这个根据介绍的情况来看呢 按照传统呢 这个凡事就是说要对外攻击的这部分啊 要由美国负责 那么这个你装导弹这个事情的话呢 你应该是一种先发自人的这个战略 你不是防守战略也是先发自人的战略 他能侦察到你这个对方发射导弹的时候填通弹药 弹药准备发射的时候呢 你这边导弹先发射出去 这属于进攻战略 这个战略跟传统上的这个美国对日本的防守的这个任务分配来看 它属于美国的任务不属于日本 日本的在这个里面呢 纵粹保持防御的这样一种功能 所以说这等于是在军事上给日本的这个松绑 那么这种松绑呢 会带来日本周边国家的紧张 尤其是韩国的紧张 所以说这涉及到印太战略的一些重要的这些国家利益的这个协调 看日本怎么办 那么北京呢知道这个 当然知道美国和日本这样一个会谈的这个重要性 如果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和日本之间达成这样一种联合声明 而且内容很具体 再加上如果在日本本土部署了美国的导弹的话 北京很清楚知道自己面临的安全威胁 所以说你可以看见为了对付这样一个 美国和日本群组的这么一个聚会 北京现在通过两个方面来出手自治这样一个事情 叫北京趁机出 叫我标题后面有一部分就是北京趁机拆台 北京怎么拆台呢 在这个日本的首相要去美国之前的王毅 中国的外长王毅给这个日本的外相打了90分钟的电话 那么这个电话呢外头报道的情况来看呢都是王毅 如何如何的对这个日本的外相 这个讲狠话 给他上课 但是远天玉教授说呢 他说实际上还说了很多好话 远天玉教授的意思就是说 日本不敢得罪中国 那么一定会想办法不断去安慰中国 这是日本对中国历来的这个态度 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 从中国通过领海法到中国通过海经法 通过领海法的时候是90年代 那么呢 北京把钓鱼岛认定为中国的领土 那么日本并没有嘴巴上念了一下外交的这个抗议 实际上并没有对中国怎么样 反而把日本的天皇派到中国去访问 那么到这一次 中国的这个通过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海经法 日本也没有表示很认真的对付 反而还在继续邀请习近平到日本去访问 他说从这些巨大的这个中国的动作来看呢 日本都不是对抗性的 日本都不是对抗性的 所以说当中国施加压力的时候 日本只能跟北京说好话 他说王毅这次打了90分钟电话 外头报道是王毅 如何教训这个日本的什么外向 实际上据他所知呢 很多东西都是日本的这个外向 如何如何的去安慰这个中国政府 那么我们从中国官方发布的这些新一看呢 王毅这90分钟的电话呢 告诉这个日本外向 两国关系要不折腾不停滞不倒退 不卷入大国对抗 不要被一些对中国有偏见的国家带节奏 不要被一些对中国有偏见的国家带节奏 这个对中国有偏见的国家带节奏 这个对中国有偏见的国家带节奏 某个西方国家 是否保持起码的尊重 不要把手伸得太长 那么这个事情呢 人家说分析主要是指啊 日本在西方的压力之下 准备就新疆问题提出批评 王毅警告他你不要就这个事情手伸得太长 还有一个呢 王毅拿这个奥运会来当牌打 王毅说这个 希望我们相互支持对方 办好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 也就是说你跟我们闹什么闹啊 你马上要开东京奥运会 我这边要开冬季奥运会 我们应该立一体互相支持 你跟美国臭什么热闹 你这话很明显 那就是想把美国和日本这个 白宫大的这个台子给拆了 这是北京拆台的第一个动作啊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 王毅电话打了之后呢 日本并没有取消这样一个高峰会 当然是取消不了啊 但是它的影响是不是潜在的 不知道了 那么另外一个呢 中国利用这样一个日本内阁 决定把130万冬这个核 工厂的那个废水的排海事件 向日本提出了非常强烈的抗议 这是罕见的啊 我们知道这个130万冬核废水入海的问题呢 它是一个科学问题 科学问题 我们很多人都外行我们并不清楚 那么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外交召会 那也是在这个核废水问题处理上 这个资料高的那个姿态最高的一个国家 那么北京明确的说啊 要日本重新审视啊 福岛核电站事故废水处置事件 收肥排放入海错误决定 在国际框架下成立 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技术工作组 确保核废水处置问题 严格接受国际评估 检查和监督 实际上已经有国际监督了 只是这里头不知道中国参加没有 那么现在中国明确提出要中国专家 在里头进行参与才可以 才可以排放 那么在共同利害关系和国际机构协商一致之前 你不能把这些东西排到海水里头去 那么中国将保留进一步采取动作的权利 这个动作是非常强硬的 那这个时候中国呢 肯定会以全球化,环境全球化为理由 说这里没有内政的问题 你把这些东西排到海里去就没有内政 这是国际事务,是全球事务 中国要说话 所以说利用这样一个核废水的排放事件 中国在给日本施压 那美国这边呢 为了拉日本这个朋友说 坚决支持你 所以说在核废水排放的问题上 中国、日本和美国就开始为这个事情在打架了 所以大国游戏啊 就是这么好玩 很有意思啊 为了核废水,美国在支持,中国在抗议啊 而且中国 说的话非常的重,非常的重 再往下啊 除了王毅这个电话和核废水问题中国外交部的这样一个大动作之外呢 那么习近平啊 跟德国和法国的这个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呢 开了一次三方的高峰会议 谈什么呢 谈气候啊 很有意思啊 非常有意思 这个拜登作为美国老大啊 他倡议开一个全球性的气候高峰会议 请了40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这样一个会议 但是这个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大国啊 就在这里头耍大牌啊 中国的习近平到现在也没有表示他还开还是不开啊 那么这个这样一个会啊 在4月22号23号两天开 那么习近平到现在还没说我参加不参加 那么拜登总统呢 为了动员习近平这个大佬参加这个会 因为这个宴席白的话 习近平如果不去的话 他这个世界气候峰会等于没开 因为中国的他们排放在全球第一啊 你找一把小兄弟坐在这开会有什么意思啊 你一定要把中国请来把俄罗斯请来 美国请来这三个国家请来的话 你这个世界的气候峰会就差不多了 剩下的那都是红花绿叶的关系 是不是这么问题啊 那么现在习老大就是不点头啊 那么拜登为了开这么一个会议啊 保密了半天啊 派出他的这个克里气候特使 专门去北京请习近平 就这样啊就这样 习近平那边还没有给面子 在没有给面子的同时呢 16号习近平跟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总理默克尔开了一次三国气候高峰会 我觉得这个除了拆台以外没有别的解释 媒体说拜登开这个会还不到一个星期就要开了 你们俩你们杀先开个这样的一个会议 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 然后中国的官媒啊这么说的 中国现在对全球气候治理负有责任 不会陷入以美国为中心的气候倡议之中 这明显要拆美国拆你拜登的台嘛 拜登先生要跟中国对抗 要跟中国竞争要跟中国合作啊 那么气候问题的属于要跟中国合作的方位 那么中国现在告你我偏不跟你合作 拼什么你当老大啊 我就不理你这茬儿 所以说这两天啊 我不知道克里先生在中国忙什么啊 中国现在这种声音最后能不能够把习近平给挡住 让他不参加这么个会议 但是呢中国法国德国在这样一个时刻开这么一个会 我觉得拆台的意思非常的明显 真的是非常的明显 他在趁机拉这个欧洲啊 欧洲又是这个拜登搞的这种群组会议的拉拢对象 所以拜登在拉欧洲啊 习近平也在拉啊 那么你从现在来看 习近平拉这两个人还真会说开就开了啊 原来都没听说没听说这个宣布这个会议突然 这是这个东西比较突然啊 比较突然 那么在这个会上呢 当然他们谈的并不只是气候问题啊 并不是气候问题 你看看啊法国总统表示啊 法国愿意推进法中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 这就是有意思了 因为中国最近因为新疆问题在欧洲搞战狼外交 因为这个法国的参议院啊 有领导要去台台湾访问 那么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也 为这事情跟法国的学者干架 骂他小流氓小痞子是吧 这个弄的很厉害 然后马克龙不吭声 憋了那么两个星期之后马克龙终于出来了 对习近平搞了那么一个会 而且明确说愿意推进法中欧洲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 这等于来灭火了嘛对不对啊 对前一段的时间灭火 所以当那个习近平给默克尔打电话的时候我就 我就做了一个大小编的节目 我就想中国跟欧洲前一方的那个打架 该结束了 总导演习近平出场了 把这个事情该划句号了 没想到打了这个电话之后没几天 法国中国德国就开了这么一个气候高峰会 很有意思啊 那么默克尔的说话那更有意思了 德方重视中国实施事务规划给德中欧洲合作带来的重要机遇 愿同中方深化互费互利的经贸合作就数字经济安全等问题加上沟通 关键后面那一句啊 你们等待的久违 一直等待的一个问题的答案来了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欧洲投资协议尽快批准生效 核心问题在这儿 一个气候峰会谈到了投资协议 而这个投资协议因为新疆问题在欧洲衣服给挂起来了 那现在默克尔说来了啊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啊 把这个协议搞成了 所以我原来讲了 我国内的一个朋友啊 跟我说 我说这个投资协议还有戏啊 这个欧盟还想要啊中国也想要 你从现在来看啊默克尔在亲全力 保护这个协议为这个协议护航 但是呢他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双方要努力 也就是说你习近平啊你也得找台阶下 你得给欧盟那个欧洲议会台阶下 那么他去劝欧洲议会给中国台阶下 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所以说这个在啊 拜登这样一个开这样一个重要的群主会议的时候呢 习近平找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 这两个欧盟对中国的熊猫派 开了这么一个会议 那真的就是啊 摆台子啊比我啊 你那边跟日本开一个会 我这边找三个国家 元首总理开一个会 我们也在打台子 而且他还是你争取的盟友 你看现在跟我开了开会开了一起来 所以说我认为这都属于这个 北京现在啊在这里拆台子的行为啊 非常有意思 那么现在通过这样一个气候峰会啊 默克尔把它对推动欧中投资协议的 意见终于表达出来了啊 那么因为默克尔的这样一个表态 那么这样一个欧中这个这个中欧投资协议啊 有可能起始回生 起始回生 这就是习近平电话的威力啊 这个习近平电话的威力 就是达格默克尔的电话 再往下啊 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群组会议呢 今天正在开,那么中国也在开啊 你开群组会,我也开群组会 那么这个有一些媒体就在那分析啊 说这个 我看到德国商报有一篇文章说 拜登总统搭建的反北京阵容啊 已经出现了雏形 这个反北京阵容啊 也就相当于我们标记上的这个反北京朋友圈啊 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呢 是不是有一个反北京的朋友圈 或者反北京阵容 从现在来看呢 我还真不敢下这个结论啊 是不是反啊,在某个意义上啊 我觉得如果换成一个字 叫字约北京的朋友圈 这个可能还说得过去 但是你把它写成中文的反北京阵容圈呢 我觉得可能有点那个夸大了 或者有点过分的乐观了啊 加入到拜登先生这个多元主义的 对中国的旗帜下的这些外国家呢 他某个意义上他并不想反中国 在某个意义上他想啊 彼此力量的这种依靠来制约北京啊 达成某种均衡啊 这是所谓的群组会议啊 最大的初衷应该是这样啊 他不是反北京,而是我们组成一抱团 来制约北京 因为我们这些人当独面对北京的时候 我们力量不够啊 因此呢我们要把美国老大拉进来 美国老大拉进来之后呢 我们也不指望美国老大带领我们去反北京 我们指望美国老大带领我们一起去制衡北京 然后再搞利益均战啊 我觉得这是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当下的一个大势 也是这些国家对北京的一个态度啊 那么这个日本应该是这样啊 欧盟是这样啊 印度也应该是这样 包括澳大利亚 应该全部是这样啊 这是这样一个世界的这个格局 那么这个山豹他的乐观在什么地方 他说这个美国拥有遍布全球的盟友啊 美国有遍布全球的盟友 我觉得这也有点夸大啊 潜在的盟友这是可能的啊 因为你只要愿意交换啊 你什么盟友都会有啊 然后拜登呢啊是一个老政治家啊 他不断的向犹豫不决的欧洲施压 要求欧洲人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啊 与同时呢 他在不断东出印度、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 在中美的这个争夺之中的站在美国一方啊 你只能说美国在某些方面啊 希望这些盟友国家跟美国站在一起啊 但是你在 你说欧洲你对他施压 那么欧洲要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路线 真的看不出来 欧洲迄今为止 只是在新疆问题上啊 象征性的进行了一个制裁 在遭遇北京的强大的这个双倍或者三倍的反击之后呢 欧洲并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欧洲强硬到哪去啊 强硬不到哪去 而且默克尔明确说在中国问题上 我们跟美国人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说美国在欧盟的那边的努力 并没有成功多少 都没成功多少 那么现在印太联盟这一块啊 所以向日本印度韩国施压 那么现在印度施压现在在白宫进行 韩国接下来会 那么日本施压的话呢还早着呢 印度那块施压还早着呢 所以从现在来看呢 这里头的这个 这么一个朋友圈的这样一个前景的开会呢 前景呢 我分析有这么几个因素 在受到这个制约了这样一些朋友圈的这个开会的前景啊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 我认为拜登总统呢现在对中国呢 它是一种这个温火战略啊 温火战略啊 它的这个国际国内政治的如果有两个重点的话呢 它的重点在国内啊 在国内啊 它准备美国自己念内功 不断的强化美国的基础设施啊 然后呢达到跟中国竞争的啊 最后赢的这么一个目的 那么这是一个长期战略啊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 啊 它的外交的应该不是它施政的重点 内外相比的话呢 内政一定是重点 而且瞄准的跟中国的长期竞争啊 那么为了那个内政的这个长期的这个一种竞争的格式呢 他不会跟北京这样一个对手的关系 到了多么紧张激烈的程度 那么这就是自己说的美中之间不冲突 不对抗啊 这六个字的来历 在某位上他要营造北京跟美国之间的某种气氛啊 从而不影响他内政 我觉得这是拜登啊 在国际国内施政的时候的一个重点 要让外要让这个我们都说这个外交要服务于内政啊 那么现在就是一个外交服务于内政的事情啊 美国现在内政是属于建设时期啊 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啊 那么呢在这个在这样一个程度上呢 他不会像啊这个川普事情那样啊 把对中国的压力放自极致啊 如果把中国的压力搞到极致的话呢 会加速对抗 会加速对抗 所以从这样一个美国的啊 合作竞争啊到对抗的这个层次来看呢 对抗只是在有限范围以内的啊 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那些领域 新疆啊啊台湾啊啊西藏啊啊这些问题上的这种 争执啊这个意思没有没法妥协啊 但是在别的问题上呢 美国跟中国啊很难区分是竞争还是合作 更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之下 那么你在你对中国如果是这样一种啊气氛之下呢 那么显然就是我们看到一部分呢 美国跟中国之间在强在延续川普时代的这个 强硬政策 另外我们看到拜登现在不断在缓和跟北京的关系啊 那么最近的两个行动 我觉得就是拜登缓和跟北京关系的最大信号啊 第一个派这个克里去中国访问 这是拜登时期的这个最高级别的官员去北京访问 这是一个非常啊良好的一个信号 为什么是良好的一个信号呢 就是在川普政府时期呢 那么美国跟中国的高级官员之间的互动 基本上就停掉了 那么拜登啊 派这个克里去中国 等于是美国和中国这个高级交往已经恢复了 前面有二加二啊后面有克里去中国 表示双方的高层的这个交往已经恢复了 那么接下来如果美国满足中国的要求 让拜登跟习近平之间进行元首对话的话呢 那么等于是中国和美国的这个高峰交流就完全恢复了 这是对这个川普这个中国政治后期政策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修正 再往下啊这个美国最近啊在物色出任北京这个使馆的大使 这个也是这两天消息已经出来 那么这个小布什时期的这个副国务卿 啊这位尼古拉斯·伯恩斯啊名列前谋啊 另外还有两位人啊还有两个啊白格幕僚长 前芝加哥市长伊曼牛尔以及啊 美国前贸易代表啊巴西夫斯基啊这三个人呢 成了这个美国未来派驻中国大使的这个有力的竞争人选 那现在来看呢啊这个伯恩斯啊排在最前头 这个时候啊克里去中国的时候 美国传出来要派去啊驻北京的大使人选已经浮出水面 那应对北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啊所以美国啊他为了这个请习近平参加这个峰会啊 他真是费尽了心思啊前面呢把这个克里啊这个北京行的行动呢 啊一直到快要出发了他还有这个埋在鼓里头啊 只是不断的通过媒体去透风啊说克里要访问中国 那白宫说我们还不知道的事啊中国说我们不知道的事都在保密啊 最后都要上飞机了在最后披露啊克里要去中国访问 所以在某个议上克里呀他是顶着蕾子去了中国 因为杨洁篪在2加2的会议上刚刚跟美国这边修理了一通 美国这边要跟北京这样一种官方关系的恢复 在舆路上是面临很大的压力的 但是这个为了请习近平这种压力是值得的啊 这是一个啊这是美国最近给这个中国送的两大礼物 嗯再玩一下啊这两大礼物呢我刚才说都是为了缓和双边的关系啊 从恢复双方官员的交流开始啊 另外一个呢这个美国在对北京啊这个不搞对抗啊这个大背景之下呢 美国现在也在搞这个左右开弓战略啊这一点上我非常不理解啊 你这边的好不容易啊要把这个美国军人从阿富汗撤出啊 减少你的多头出击 你这边啊跟北京要对峙那边又跟俄罗斯开仗啊左右开弓啊 左打俄罗斯又打中国我不知道拜登先生为什么要这么玩 最近这几天啊这个美国因为几件事情跟俄罗斯又开始这个打架了 一个是乌克兰啊乌克兰的事情啊因为乌克兰是美国也也在承诺要进行保护的国家啊 那么乌克兰现在已经说了啊当俄罗斯的军队威胁他的时候 那么或者是你西方给我出兵或者你给我先进的武器或者我自己来发展核武 乌克兰危机呢把这个美国跟俄罗斯的这个矛盾啊放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因为俄罗斯啊干涉美国大选的事情呢 最近拜登总统对俄罗斯宣布了一系列的制裁 而且呢经济制裁外交制裁都在这里头啊 这种动作啊是拜登总统上任以来最大的这个制裁行动 所以这个当美国同时跟中国和俄罗斯进行较量的时候呢 那么日本这些国家是看得很清楚的 美国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啊在这个世界武器上能左打俄罗斯又打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你再把我拉到美国的这个联盟之中去 那么你又几封兴师对付这个联盟放在这个联盟里头 我觉得这些国家都是要琢磨的 所以日本呢很显然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国际背景之下在选择 在寻找机会最后决定自己在这样一个印太关系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决定自己跟日跟美国到底能走多近啊 战略中心又到俄罗斯去了不在中国 那么让日本又来当独面对中国 那日本根本吃不消的 所以说在某个意义上你 你如果要亲全力对付中国的话呢 日本说的还是美国是认真的啊 如果你不是亲全力对付中国的话 日本说你是假心假意 远藤玉教授啊在接受我的采访之中 他就以这个判断是美国对这个中国的态度呢 是不以对抗为主为主要计料的 那么日本看到美国并不想跟中国对抗 那么日本拼什么屁点屁点的 跑到美国后头去当这个胆枪子啊 所以正是因为美国自己的决心不坚决 你就别怪日本对美国的这个同盟的关系的不坚决 所以说这个说日本对美国这个同盟忠诚度不够啊 根本的原因啊在某个意义上是 拜登本身对中国政策的决心和他的多忠心导致的 是这种问题不是日本决心不够 忠诚度不够 所以日本日本不想上当 在某一上日本可能不想上当 那么这个 在这个简易伟这次访问美国的时候呢 这个立民的美国官员啊告诉路透社 他说我们也明白日本和中国之间 深厚的经济和商业关系 简易伟首相希望走一条谨慎的路 我们尊重这一点 所以你从这样一个关系来看呢 这次拜登总统在白宫搭台子啊 美国和日本的高峰费 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啊不会对中国有多么的不利啊 真的不会这样 外界看的这个这次会谈很很重要啊 但是最后的结果肯定会让很多人失望啊 他们会是一个平和的一个双变的一个声明 因为日本现在在这个时候他希望有一条谨慎的路线啊 他只是在北京对他的这个安全没有侵犯的情况之下呢 他才跟美国发展关系 除此之外他愿意跟北京维持经济上的复利关系 再往下啊这个远藤玉教授介绍过 他说日本的这个亲中的势力非常的强大啊 那么这里头呢可能有争议啊 他说日本政坛出现了一个类似于中国的这个政坛对好评那样的这个人物 那就是这个日本的这个自民党的干事长 啊二階啊二階嗯 二階他的全名叫二階俊博啊 那么上次他在我那做了节目之后呢 他谈在发表这个观点的时候呢就有关观众啊 说这个二階俊博在日本正常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但是这个远藤玉认为他就是日本正常的邓小平 他在幕后垂簾听证啊 他主导了日本的对华政策 然后再拉上日本的公民党的三口垃圾男啊 这是公民党的这个领袖啊 那么这两个人呢现在在日本议会里头联合执政啊 这些人对中国是友好亲华的 所以说前一段啊二加二会议的时候呢 日本和美国发表了一个啊针对中国问题的声明 他说那是被美国逼的日本被迫表态啊 要从真心来说的话日本不会这么做 啊你压着我一定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帐 我当然不选中国 但如果你不压我的时候我愿意左手选你右手选中国 这就是日本的所谓的谨慎路线 还有日本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日本很希望习近平去中国访问啊 如果习近平去中国访问去日本访问的话呢 这个他会见天皇啊 所以说日本现在到现在自民党没有放弃邀请习近平访问日本的机会 很多人认为这个习近平访问日本的事情泡摊了啊 我们说这个访问这个事情呢多灾多难一直没有成功啊 但是日本的自民党呢一直没有放弃这样一个邀请习近平访问的这个机会 啊那么如果这个习近平得以访问日本的话呢 那肯定要见天皇啊 这样一种访问是日本经济的极好的一个机会 啊今天是自民党立足促成的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日本为了这个日本的经济呢 他要举办奥运会这也需要北京的帮忙 所以这些因素加起来可以看见就是说日本对北京的态度 究竟如何啊究竟如何 这是讲了日本啊跟美国的关系 以及里头的这个群组的三星二异啊 拜登这边的三星二异和日本的三星二异 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呢还讲这个这里头还有一个因素 欧盟欧盟啊 欧盟呢他自己定位啊 是当代这个世界这个 力量的这个稳定锚啊 这个船的大海中间抛锚嘛 欧盟给自己定位一个 稳定锚的这样一种功能 这是默克尔的外交思想啊 这个默克尔呢我在我的节目里呢 讲过啊这个默克尔领导的欧洲呢 这个这么多年呢跟中国的关系 跟美国的关系啊都一直是媒体关注的对象 那么这个我认为呢欧盟呢在这个 跟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上呢他 他不选边啊他不选边 那么有时候呢临时性的站在中国一边 那么有的时候呢临时性的站在美国的一边 那么最近我没看到 在新疆问题上欧盟是站到了美国的一边啊 加入西方任务对北京进行谴责 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白宫找日本这个首相开会的当口呢 那么欧盟的两位重要的 领导人又跟习近平开了一次会 那这个时候他站到习近平的船上去了 他玩平衡战略玩的非常非常的娴熟 所以说在这个美国大的这个台子上呢 欧盟的角色有的时候是补台的作用 有的时候是拆台的作用 他来回扮演这两种作用 这个符合呀默克尔对这个欧洲在世界上位置的定位 这么一种重要性的一个定位 因为他说这个在欧盟在对外的时候呢 要有一个声音说话 有27国加起来成一个声音 不能一个一个的声音说话 那就没有任何分量一定要把27个国家 所有的力量都集中起来在世界上发声 这样我们才能起到一个集体力的力量 扮演的稳定猫的作用 这是他期待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欧洲在一系列的问题上 他采取集体决策的机制 如果没有集体决策的话呢 不能通过任何决议 本来香港的修改这个选举法呢 欧洲是要制裁香港的 但是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说 因为没法在欧盟形成一次决定 把这个制裁一案给拆除 给那个取消了 等于是在香港问题上 欧盟不会有任何后续性的动作 迄今到现在不会有任何惩罚中国的措施 这是最新的欧盟决策机制背景下产生的这种行为效果 27个国家只要有一个反对 所以你要形成合议是相当难的 我迄今为止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欧盟在新疆问题上 能够通过这么一个制裁的决议 我到现在我没有搞清楚 事实上新亚历在这个过程也是反对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后来这个就通过了 我不知道我们观众啊 这里如果有欧洲的这个专家的话 他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意见 那么这个另外谈到这个默克尔的外交思想呢 他我看到一篇文章是中国前驻德国的大使写的一篇文章啊 他是这么介绍的 那么第一团结欧洲 第二呢要把中欧关系作为欧盟关系的重点 欧盟外交关系的重点 而美国跟欧盟的关系呢只是伙伴关系 因此呢在默克尔领导下呢 欧盟跟北京的关系是第一的 所以通过这样一些东西我们应该理解 为什么拜登去拉这个欧盟的时候 默克尔给他甩出了那个不好听的话 说我们跟你在中国问题上看法不一致 我们欧盟要搞这个战略自主 那么相对来说 美英正是看到了欧盟对中国外交的重视 因此呢经常在这个啊让利的方式来拉拢啊 腐蚀欧盟啊 我就不信啊 你被钱买不动 这个中欧投资协议在某个意义上啊 那就是很长时间以来 这个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谈判中国是亏本的 但是为了这个回应欧盟对中国的这种外交政策 中国愣是让这个中国投资协议通过 这就是北京的拉拢战略 这某一样是统战战略 而且把欧洲拉的非常的紧 实际上形成了德国经济啊 落入中国的这个现金里头去 法国也是这样 另外一个呢 我看到的这个消息啊 欧洲呢讲下面的腾出手来要插手的印太战略 那么这个欧盟要跟印度举行高峰会议 你看见没有 他不仅这个欧盟不仅在这个 这个北京的关系上啊制约美国 另外欧盟还准备把手伸到印度去 他要搞这个印太外交 那么这个如果欧盟不愿意 在美国之外去搞一个印太战略的话 那就跟美国在地方搞的印太战略形成某种竞争关系 这种竞争关系也可能是站台 那也可能是拆台啊 如果是站台的话就没必要单搞一套对不对啊 所以说欧盟在印太地区呢他也要想发言权 所以说以后印太地区好看了啊 欧盟要插一手,美国要插一手,中国要插一手 这个为什么这个印太地区成为未来这个世界的这个高度热点地区 那么如果美国搞的这个多元主义最后没有争取到欧洲 那么美国只能够跟日本玩 而日本看不到欧洲参加,日本看不到美国的真心二意 日本看不到韩国参加,那么日本跟美国玩什么玩 最后的结果是北京拆台成功 北京拆台成功 这就是这个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啊 这个简易委来美国这个访问啊 我要做一些这个新闻的评论啊 那么我的节目呢今天就讲到这儿,看我们观众有什么意见 甲平先生好 你好 我这样看好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 整个这个还是在布局阶段 整个都没有跳出亚洲沙皇的布局战略 我一点点不同意的是你这个对这个看好就是觉得是一种比较大的challenge对美国来说 但是有一个我非常同意你就是最后的就是印太这个是中心啊 就是要注意到的是美国的战略他已经讲得很清楚那篇文章 就是那个联盟我觉得你是你提的以后会是小型的 就是你在这个平台上我是第一个听到中国学者提你这样提我完全认同 就是这个联盟以后是一个重大的区别跟第一次冷战 对不起我还是觉得这是第二次冷战已经开始了 那他一定会是以主题带来的比如说经济的一个联盟 气候的联盟 产业链又是一个联盟 产业链可能还会有发挥什么效的比如说那个稀有金属 或者是高科技或者是绿色和平产品这种贸易上的这种小的联盟 一个会组起来军事也是军事可能会以地缘这些会有很多小的 而且要很有创意的还有一个我的预言看我比较有信心的就是说这些所有的联盟 包括你的CPTTP贸易之类型的东西里边一定会邀请中共加入而且会制定比较具体的 就是给你指标你要达到那你就享受其他会员的一样的一定会这样 要鼓励他因为这个就是蓬佩奥尔的那个就是要改变诱导你改变行为 我不颠覆你的政权这是明显的就像我们一个中国的原则 但是又会去非官方形式访问这些都是压力诱导有incentive 这是他报告里面写的要给中共有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给你incentive就是讲就是给你这个优惠刺激嘛 这个奖励嘛 奖励你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有规定你达到了你衡量你达到了给你时间 这些都是以后联盟这一步步因为只能这样因为认识中共的经济的强大 这是一个中心还有一个就是不会至少两三年之内不会抑死就是强迫的不会强迫所有的potential的Ella去站队 这是他的主要的比如说韩国他不会去强迫他如果不同意的话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川普时期川普总统时期韩国没有同意要增加防务费但是日本这一关已经通过了他们加了很多很多这些小的因素 所以还有很多但是我个人在你那个最好的嘉宾觉得他最好不是那个讲的最好的那个 吴强博士的就是我很想问他上次他没有答对我问就是东南亚 美国最后日本搞定韩国搞定后面就是东南亚的联盟要有一个共识 会有一些很多的气候的贸易的甚至于军事的这些小的不同的联盟 因为里边的利益都不一样所以我会觉得后面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现在阻碍的最大的问题拜登是要把国内防疫跟经济搞起来 而且美国真的是觉得自己有危险落后了 或者他不会要谦卑为什么要谦卑真的是落后 所以他先把军事已经开始做了 我是这样稍微终点跟你不一样的一种评判 因为后面你都会可能下半年在明年都会慢慢都会看出来 原来我谈过我谈过就是这个联盟可能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产业 构筑这个联盟对是这样这个这种情况 但是这个现在他们谈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的挑战 在这个领域里头这个会发生这种情况 你们澳洲的这个前国防部长最近已经出来讲话 说这个未来可能发生战争了 这是最近我看到的这个看到的这个消息啊 这是这个你们要多看一些那个坑布尔的他的经历 坑布尔我知道你坑布尔说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他依赖的是一个国际框架下的一种奖励和制裁 这也正是这个国际框架下的这个奖励和制裁的这个拘束性和他的这个有局限性 中国加入WTO就被纳入了世界体系 那么当初人们就是以这样一个你进入世界规则体系 那么对你进行奖励进行制裁的这么一个基础 会出发的把中国拉进来的 但是最后发现这个制度并不能够让中国改变行动惯性 这个东西是美国川普时代得出的一个经验教训 那么最后导致你破坏规则我也破坏规则 最后是过达50版这个规则就要 现在你看这个现在谁还提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呀 那么他现在也是同样一个问题 他通过各种东西把中国拉进去 他还面临着一个奖励和制裁的问题 如果中国不愿意接受这个规则 你就没有办法呀 你解这个问题吗 在香港的问题上 跟香港有这么大的一个制约的关系 就是中英联合声明 而且还是联合国被案的 那么你能够在国际社会对他进行制约吗 当他宣布的是历史文件的时候你能制约吗 国际法的规则说白的话是一种这个君子协议 君子协议 蓬佩奥先生的思路啊 跟这个国际联盟的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双边的这样一个协议之中呢 就可以解决一个奖励和制裁的机制问题 而在国际协议之中呢 你对大国他如果不中所的话 你根本没办法解决奖励和制裁的问题 蓬佩奥在某个一条他谈的是 更多谈的是美国本身把你单独拉出来给你进行制裁 那么那个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不就这样吗 透过WTO的体系把中国拉出来我给你单恋 这样你不遵守我就对你进行惩罚 通过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才能完成这样一个奖励和制裁的最后的任务 而一个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国际条约最后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这是它的局限性 有些东西通过一个小国,有些小国家你可以压力 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他才不怕你制裁的 对不对,他一旦 某足了心思去做的话,他根本不怕你制裁 香港问题制裁的,中国怕吗 我跟你跟法一点不一样,但是要给拜登一个机会 是啊,当然给机会对啊,我们从来就谈就是说单边主义 如果是单边主义的话,那么进行双边主义 双边主义就是说通过多群体或者多边的压力 迫使它遵守规则,但是你也要知道 欧盟就是一个多边协议的框架 你看这多边协议形成一个共识多难呢 对,这很难,他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 里面有很多搭便车的,他最后不加入这个制裁 香港问题他欧盟不该制裁吗,当然应该制裁 可是当因为新疆问题中国进行制裁之后 这个对中国进行制裁,中国多大的反击力度 反击力度之后,欧盟马上不吭声了 然后欧盟就接下来问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你要落实你的制裁的话,你应该加大制裁,欧盟没有了 现在你看马克龙默克尔谈的还是不是制裁啊 是解冻啊,这个进一步发展双边的经济关系啊 这里头的难题在这,没有结的 我问你,我问你川普总统的时候这样的制裁 第一,他的效益会那么好吗? 没有啊,很多人认为他没有效果呀 那个贸易还是没有很有效果 对,这是这个人们批评这个川普的地方 昨天那个晚上那个加拿大那嘉宾也在说 说中国对这个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没有达到效果 没有,没有,对啊有这么说,对啊 最重要不是这个效益只是短视的,战略上 他川普的是打一枪算一枪,他没有一个战略的一个 对,这个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现在的更有全局考虑的 有战略性有步骤的,还有一个,还有问题吗? 不是,我最后一个你稍微注意一下,他在军事上的一些新的 新的想法,比如说把航母去掉,用资能的潜艇 还有新的这些武器在发展,军事上的安全也很重要,那我说完了 好,这个好像这个军事预算它是减掉了,没有增加 这个在某位上,他真的是把这个预算开始拉回到国内建设方面来了 这个习也取要发言了,我们请习也取看看你的意见 你好,小蜜博士,今天替小蜜博士讲的这个挺有意思,真的挺有意思 我就是今天就从这段时间整个发展来看以外,整个情况来看 我觉得就是,然后再回试当初那个,川普那个时候的政策的话 我觉得前面一个,这还讲的很对的,确实就是川普那个 川普那个时候那一套政策整个下来,它是一步一步的升级的 而且他那个真正的想达到的效果,我估计还是达不到 因为什么,因为川普那个是单打独斗 而且那个拜登打群战,打群战打得这么困难 如果川普那个是单打独斗的话,他等于是把这些盟友全部都抛开了 而拜登现在什么呢,拜登他保留了川普那个时候的一些成果 你比如说关税什么,他加了他放在那儿 但是就是拜登这个,然后再另外加码,就是拉群战一块打 但是你现在拉起来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 这证明当初那个川普那些政治很多政治都还是不靠谱的 因为他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话,完全能力不够 你感觉到这一点没有,就显现出来这一点 这个就是我这节目刚开始讲,就是这个单边主义能不能用的形容这个拜登的这个政策 因为余茂春是参与这个外交设计的,他肯定不同意这个看法 他是美国,但川普也搞同盟 但是这个同盟跟拜登时期的同盟有不同的地方 这个拜登的这个同盟更多的愿意让利,拜登的川普的那个如果谈同盟呢 他不愿意让利,你包括这个日本 现在这个日本跟美国的这个外交实际上是延续性的,没有差异 但是他会让日本出更多的钱,让韩国出更多的钱 这个同盟关系也不非改变,但是会让日本和韩国不舒服 他给盟友的感觉就是人家没办法跟你站在一块 但是新的同盟不愿意跟你站在一块,不舒服嘛 都排斥他的,特别是欧盟这边的人都排斥他 反正我觉得就是从现在来看的话 川普那个时候的很多政策就是单打独斗的 真正的这个同盟啊,就是你愿意出去,你当老大 你愿意买单,就是这问题,川普不愿意买单 就是这意思,而且拜登现在他打的牌和那个牌不一样 拜登现在打的牌是一个是人权牌,一个是意识形态的牌 那这一点的话,当然你这些盟友,你必须站在一块 因为我们都是意识形态是一样的,是吧 对人权的真正方面也是一样的 你比如说他现在这几个世界下来 什么棉花世界,乱七八这些世界 他就一下子马上就站在一块,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黑与白的事情 你说你是哪个国家,你的内政啊 你出于政治上面考虑,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你有很多顾虑啊,你在打的时候,结盟的时候 可能就是使这个结盟不稳定 但是一考虑到人权,一考虑到那些什么 这个意识形态的话,那你就没得说了 你没得选择了,是不是? 这现在是很清楚了,所以民众党打的这几张牌还是很厉害 就是我觉得他就打人权牌,打那个什么民主牌 新疆这次带着欧盟一起改变了1989年以来的行为习惯 这个收获是很大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从这个角度来打的话,那个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牌有限,非常有限 你从国家联盟说那更有限了 因为国家联盟他各个之间考虑的一些利益完全都不一样 而且他们都想跟中国做生意,特别是欧洲的那些国家 他现在借中国这个大市场,然后辅受他们的情节 因为大家都经过疫情以后,大家都已经摊在地上了 所以说我觉得他最后拜登讲的这种 就是川普那一套东西成果,我把它放在那不动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斗而不破 然后再开始拉群 他实际上慢慢在修整,在修补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效果 而且这个事情也承认是斗而不破 你不可能就是,就像大家说的 截圣联盟以后,然后我们就把它干死 不可能 不可能,我觉得还是一步往下走 他是磨合战略 他是漫敖战略 一步往下走 而且这个事情也从实际情况来说 也只能是这样发展 你看当初二战的时候 德国那个时候,希特勒多嚣张 大家都不敢跟他识破裂 他一直到最后希特勒拿下素材 拿下什么 最后他拿下哪 拿下挪威还是冰岛哪个地方 好,最后那个时候 印法联军才形成了 就是40万印法联军然后开始反攻 但是那个时候人家马上就宣布 他刚刚开始反过的时候 人家宣布投降了 结果一下印法联军 就马上车队跑到印记的海峡 登卡尔克 所以说他到那个 他真正的翻脸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 完全是跟希特勒翻脸的时候 就是到那个时候 希特勒已经扩张扩张扩张在格上 我就真正的破局的话 需要有一些非常猛烈的局部的摩擦 甚至那些战斗器 这个破局啊 用你如果说希特勒的例子的话 是希特勒进一步的进攻 最后导致退无所退 但英国要不是没有选择的话 他也不会破误成舟 对,他那个时候印法联军最后是没办法 他联合起来 那个时候是40万印法联军 一起进入挪威了 然后准备打希特勒 结果一下人家 他刚刚进去以后 人家宣布投降了 他一投降的话 他马上就一万里就赶紧撤退 一撤退就跑到登卡尔克这个地方 结果那个是古德里安的部队 你看他只有大概70多公里吧 还是多少公里 古德里安那个时候 他跟希特勒讲 他说我过去以后 就把他们全部扫干净 装甲部队 他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 他如果过去了 很有可能就把那40万印军 在沙滩上给它碾得粉碎 但是希特勒他是爱惜他的那个 那个装甲部队 因为他的装甲部队 一直是他的铁拳头 所以他命令古德里安不许动 但是古德里安他是强烈要许要动 他说我这一过去他们就完蛋了 但是希特勒是不敢堵这一把 结果他一下子就拖了大概一个月的事情 一下子就能印反联军堵海了 堵海了以后 然后就用完了 这个基本上就是很重要的 就很重大的一个事物 对希特勒来说 那现在就是 现在目前这个情况来说的话 真正的要破局的话 我觉得还是得有 就是在某些局部有些战争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 我说了比如说台湾或者南海这一块 特别是台湾那一块 打台湾其实每天叫的非常想打台湾 从各个方面来算 从军事实力来看的话 还有其他的方面 他根本打不了台湾 但是他目前就是从政治上的需求来说 他就是要打正当派 为什么 因为正当派一打出来的话 就是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 就马上就可以谈及鼓勒一大部分的人心 所以说他就是台湾必须的 但是打了一定的时候他下不了台了 他真有可能就打起来了 虽然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你不该打 你的军事实力各个方面都不该打 但是世界上很多这种战争的话 他并不是有那种理性决定的 他就是那种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不得不出兵的 你比如说那个日本打正军港也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日本对美国宣战 那大家现在一想大家都知道那完全是疯了 但是那个时候日本那些军国主义那些分子 狂热得不得了 他觉得就马上就 动会主义 他那个那时候日本多少的航空母舰 嗯 对啊对啊 但是但是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打不了美国 但是他从他们日本那个军事的军 军事集团的评估来说 他说我们只要把那个美国的那个太米洋战干掉以后 呃 就是基本上太米洋战是我们的 然后就是美国 美国完全就这次嘛 在几十年之内他就不敢不敢反攻 嗯 所以他这才堵这一把 当时的那个前面一个首相叫什么 他就觉得这个不可行 但是那些那些军国分子就暗杀他 那个那个首相就不愿意背锅嘛 他跑了嘛 他直接打起来给你输了 结果让动条印记上去 动条印记完全就疯了 结果动条印记他就实际的就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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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骨贼武器 然后他们的爱国主义 冰贼主义起来以后 就就就要打美国 然后就是那个三分五十六 实际上也很清楚 三分五十六他觉得就是 如果打美国的话 必须首先要消灭他的这个太平洋战队 但是三分五十六他用人的时候 他有一个人就用错了 就是南云中将用错了 因为当时打那个珍珠港的时候 如果就是他南云中将 他只发生了就是 只发动了两波攻击 他实际上还有一波第三波攻击 再发动的话 把太平洋把那个珍珠島上面 那些那些什么油铺 乱七八糟的炸的一干二进 那个珍珠港就废了 哪怕是没打到他的航母 那个是航母全部都掉出去 非常奇怪 航母全部都掉出去维修 然后就是就把他那些战列舰的什么东西 岛上的进去炸完了 但是就是他那个珍珠港 就是那个什么油铺 还有什么飞机跑道这些东西 全部都跟他留着都没炸 这就是南云的落落 因为南云这个人的话 他就是打一把就跑 就是那个谁 那个那个那个 356行用 他这个人就是 他在打仗的偷东西 他偷一把就跑 占了便宜就跑 他属于这种性格 实际上当时有很多能力很强的 那些军官的话 日本军部就没用 因为他们属于好像是属于认子排辈吧 就用了一个南云这样的人 而结果这阴差阳做一系列的因素 导致就是说 日本这一张打了 虽然好像表面上 这一下攻击成功了 实际上他就是 从整个战略的角度来看 如果他是一个大失败 首先珍珠港 他还是 他还是可以作为基地来用 再一个就是 美国的军队 航母全部就 航母全部都掉出去维修了 你根本就是 航母一艘都没伤到 所以他马上 在一两个月之内 立马就恢复了 马上就跟你宣战 所以当时日本人打这一张的时候 也是非常狂烈的打 还有那个打的阿富汗也是的 美国的阿富汗 当时就是双子塔被炸了以后 美国那边就是老百姓 就基本上沸腾了 那马上要找到凶手 如果说是小布斯部政府 他两个月之内 找不到凶手的话 他就要下台 所以他立马就锁定了法拉正道 又找到阿富汗 马上就出兵 所以你说那一张打的怎么样 打赢了没有 打的该不该 大家现在想 阿富汗那一张也不该打 但是他就打了 所以有时候战争在发动的时候 他并不是完全有理性角度 处罚来做这个决策 他实际上就是在那种 情欲事的情况下 你不得不打 你不得不做 完全就是 那个时候 完全就是 从那个时候考虑的话 就不是那个什么理性 就不存在理性的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以后可能在 在台湾这一块 估计 如果把那个爱国主义 在鼓噪鼓噪鼓噪 鼓噪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军人现在也是 大家都平视嘛 对不对 你政治方面你要平视 外交方面你要平视 但是真的一平视弄起来的话 那也有可能 所以说从理论上不该打 但有个但是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追的话 如果推到一定的高度 你就回不了头了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破局的时候 而且就是你打起来以后 你国内一系列的东西 一系列的矛盾 可能就由此已经发出来了 真有可能 而虽然说美国现在是模糊战略 但是美国这个模糊战略 他并不是说 他真的就不动手 但是你真的打起来的话 美国他很有可能 他在旁边 他扯偏价你就完蛋了 对不对 他不用职业跟你出兵 他就扯偏价 然后把你的那些什么 一系列的那些什么 什么雷达 什么指挥系统 全部给你一瘫痪掉 那你就完蛋了 然后你在国内的一系列 那些矛盾全部一爆发 这又可能产生的情况 所以虽然是 河南马上次说 这个情况有点 什么浪漫主义 我觉得不是浪漫主义 因为我是就是 从很多方面推了 有很多原来的一些历史 也就是考虑过的 也是综合考虑的 我推的这些结论的话 我觉得还不是浪漫主义 真的不是浪漫主义 这今天随便说一下 谢谢你这个 你还是个军迷啊 我们还有一位 最后一位了 我们看看举手 我们就结束了 沙拉克 喂 听到吗 听到了 好 其实那个德国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说 对中国让步 德国现在或者是欧盟啊 就是他是想占尽便宜的 就像德国在这个问题上 就像德国对俄国的态度是一样的 因为德国知道美国是自己的朋友 就是他不会和我翻脸的 所以说这就是他用的那时候 就说 就说 Keep your friend close and your enemy closer 他跟中国走近是为了赚中国的便宜 就像这个投资协议 中国是咬了牙最后 OK 我同意就是我割肉了 我就是要让你跟我站在这边来 所以说 这一次那个 习近平 拜登邀请习近平来参加会议 习近平觉得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的那个有面子 为什么呢 不是说只邀请他一个人 是邀请了100多个人 100多个国家人 都就是你只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说他就要把这个面子争回来 就是要给国内看 然后呢 为了争列面子的话呢 他第一呢 他就像 就像 陈晓明 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他就说 你得派人来请我 所以John Kerry 现在 is in China 做出这么一种姿态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说 我在去美国 就是和这个拜登开会之前 我先和这个法国呀 德国 我跟这两个收纳 我们也来一个临时 传这么一个这个峰会 就像就像 你刚才说 从原来从来没有说过 有这么一个 这个是on schedule no 他就是临时我来这么一个 我抢在 而且我要抢在那个 美国就拜登你这个会之前 那德国和法国他们也不傻呀 你不就是想要个面子吗 我给你这面 但是呢 对啊 但是呢我们我们在新疆的立场上 我们表明了态度 同时呢 我们在这次 我给你这个面子同时呢 我们再跟你说 你那个我们过去谈妥那个协议 那投资协议 我们还是得做 这就是 这就是 现在德国 就是说德国和法国 本身 他们 就说 对这个美国 好像要代表他们自己 他本身他就有一个不是很干嘛 他们总是要 有机会呢 他们要展示自己的独立性 第二个呢 他还就是就是我刚才说 那他就说 没关系的 我怎么得罪美国 只要不是太过分 美国不会跟我翻脸 因为我们本质是一样的 都说干嘛 都是北约的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样 我可以去赚中国的便宜 我可以去到德国那 俄国那做生意 美国也没办 这个 我就是想想知道的就是 中国最后他要想拉住 欧洲的话 他就总是要给好处 但是中国和欧洲的那个 呃 这个贸易的话 更多的是 逆差吧 就是说中国卖给 就是欧洲更多的是往中国卖 对 嗯 这个欧洲这个欧洲出口的 很大部分去了中国 尤其是德国 嗯 嗯 对 所以说如果这种情况 那这他要是想维持自己的那个 呃呃呃 外汇的稳定的话 有没有一个原因 那他就必须要维持和美国的生意 用 从美国那赚到钱来和和欧洲那就是和欧洲做生意 亏掉了去 这这就是我觉得现在欧欧欧就是那个德国和和法国就是看到尤其是德国法国呢也不愿意让德国独自占这个好这个便宜就是他也就跟着 这就是还有一块那是市场还还是市场的开放 对这个也是让你就是一般的是不让的他就中国就开放了 嗯 对中国想开放这就是说中国觉得现在我的那个我的是市场已经足够大我可以我可以失去一些经济利益来赢得一些国际的政治利益这个所谓国际政治利益就是说我逐渐逐渐要把欧洲拉到这来 其实他是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很徒劳的就是欧洲知道自己能走在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自己能够走多远就自己的独立性有多大 他的他的就是他的独立性是limate他知道我在这个我在这个有限的范围里边的这个独立性的话美国不高兴他也没办法 但是呢因为最终美国和我是在一起 这就是我想说的然后中国呢就是是以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呢 来谋求一些国际上的政治政治利益 所以对欧盟跟北京的这种经济关系他也只能理解本身美国本身也跟北京发展经济关系你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嗯 对这就是我说但是如果到最终 那就是刚刚刚刚刚才你也说了就说当你必须选边你必须选一个 这个时候 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很多时候不到选边的时候 你这个沙拉克这个国际政治中很多时候不到选边的时候 如果新疆问题时候这只是是明确的让西方的企业做了一次选择 原来之前没有压迫到西方的企业人做一次选择的这样一个高度没到的没到这个时候的 那么最近这个新加坡的总理出来讲话他如果美国跟中国在这个区域斗得很厉害的话 最后会导致我们不好选边所以他们也没到这个时候 那么现在菲律宾这次你看看那就有点选边了因为中国的那个船 他原来一直选择经济上跟北京保持关系啊 那么现在因为北京不知道这个时候把那个船开在那去也不走 那么现在他明确选边要跟美国搞军事演习啊 一定要有很大一股力量出现才会导致选边的现象的出现 否则的话就在经济交往里面也不会导致选边出现 美国、日本、欧盟都要跟北京做生意 这是一个漩涡谁也出不来现在 对 如果要现在的问题 如果要出来的话呢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假设也许有点那个过于的 wild了 就是我觉得中美之间的那个 都觉得好像拜登 拜登在任的时候和中国 我不会或这么说吧 我觉得中美之间的有一个种冲突 就像那天我这特别强调 我说中美冲突并非一定会导致核战争 我在那个假设计上 我觉得中美之间会有一个冲突 武装的冲突 就是但它是一种区域性的 就像中国和越南打仗的时候 打过两仗 有一仗是甚至在海上打 在海上打的时候 陆地上没有打 那到了1978年还是什么时候 那在陆地上自卫反一战的时候 那海上也没有打 这就是两个国家之间会有一种默契 就是说我们把这战争就局限在某一个地 这个我觉得美国有可能会 中美有可能会在更有可能会在南海打一仗 而且更多的是美国想打这一仗 人们一直在说哎呀 人们一直在说说的是什么 就是在分析说 那个习近平任内要解放台湾 但是大家好像就是说 把这东西当成一种必然 这就是冯胜景先生的话 就是哎美国人已经把这当成一种必然了 那我就坐等着吧 那就那就他他他他收了就收了 这是我觉得美国人如果如果觉得说 要要阻止这个的话更简单的办法 反而是在南海打一仗 在南海打一仗之后 就是让中国知道自己到的实力史上 这反而会推迟中国去打台湾 但在南海的那个那个打仗 他的就是说他的范围就很小 就说基本上就是海上打仗 损失也会很强 嗯 这是而且我觉得中国不见得会会挑起来 但是美国如果干嘛的话 他就有可能挑起 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欧洲日本都会站在美国的一面 邦不邦不知道 但是从那个就是口头上嘛 或者是这种他就是这国际政治这个角度上 他会站在美国的一边 这就是我要说的就是 这个这个在这个区域有战争发生 并不是你第一个预言 多了 这个美国的这个 对那这个我相信 我没有去叫这个title了 但是这个最近最新的这个是澳大利亚前国防部长说 未来十年以内要打有一场战争的这个区域 所以说这不这都是一种假想啊 但是这个都不是专家各主各样的意见 嗯 战争预测战争的这个人数啊 已经越来越多了 嗯 局部战争啊 也不是你第一个预测啊 这个大国之间的战争 一说打仗就发生核武器之类的 那么实际上大国之间的战争 离核武器战争还远着呢 在这个之前啊 他还有局部战争 即使是规模大一点的话 他不见得最好动用核武器 哪有一打仗就开始动用核武器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原来中国跟苏联打了一仗 也没有看见核武器 那时候中国和俄罗斯和苏联都有核武器 是不是 嗯 所以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嗯 只是说现在这一段关于这个 我所以说是 我所以说是美国要挑动这场 就是说或者是鼓励中国犯错 然后找借口打 他就在于中国的 就是说现在已经中国已经谅开架势 我就是要挑战你 那如果挑战 那就意味着什么 最终是总是要有一个分晓的 就说要么就是你当王我撤了 要么就是我继续当王 他不可 那美国再说 你说这种情况是美国人最后看 有中国人太力撤吧 我们不打走吧 这种有这种可能 我不见得会有这种可能 也就是说 美国人认为我要想维持我的这个 呃 就是说对我建造的这个体制的话 嗯 国际秩序的话 那我们就和中国的这种武装冲突 是不可不可避免的 如果是不可避免 如果我要坚守那个我的这个呃 体制的话 那就必须要打 那这样的情况下 早打比完打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是美国人会 我不愿意再给中国时间去准备 我到他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我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 你这个想想太多 再给他回去 嗯 这就是因为一旦打败的话 习近平一定下台 习近平下台之后 那中共不见得会倒台 他的领导人就会可能就知道了 就学到了一些东西 那个你看拜登也没有说我们要推翻共产党 就拜登说我们要让中国在国际秩序内行事 嗯 这是拜登的目 那他说的国际秩序一定是 就是西方或者是美国人建立的 而不是说中国人建立一个国际秩序 这就是说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话 那美国更有那个一个strong的reason啊 stronger的reason去打而且是早打 对着我 嗯好 谢谢啊 我们那个 你的你是很蛮有想象力的啊 那个但是美国先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 嗯 好了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我们就到这啊 感谢我们观众的收听啊 这个还有几位观众打赏 我也表示感谢啊 这个Eric啊 这个孔先生啊 探员 那谢谢这个三位嘉宾的那个观众的打赏 那么这是周末啊 周末的节目 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 啊 那么下个礼拜 在星期一我们节目上再见啊 各位身体健康嗯 祝谢谢我们导播制作 嗯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明 就很主信 分明镜 好啦